网友们,大家好,我叫绿志鱼,神闻人号132930,一九八一,零五零一,四七五四 我是全国战刘优兄,绿水毛的杖子杖存,我失明聚保,河北生藏楼市,中阶农官威,下金刚,王全力 崔楚仍等,白夜三更,没法乱记,暴力枪腿,我金油的放屋,腿放党丸,致我母亲受刺激,精神病罚作 受到惊吓,三个月还到处学死亡,自2012年,我夺此本楼,政府部门申诉 白夜三更,枪腿我方,致我母亲受伤害致死的,相关人员没法乱记的问题 政府迟迟不答复,其中原因不为人所知 2012年,我住的图方,鸭旧师兄,一成为一方 故在09年,改号那方的笔记上,续盖那方 董公司,我想总结,把公司,两次宝贝 可是在2012年5月17日,凌晨三天 总结,农瓜威,原主任沙金刚,副主任王权利 霍同知诗,存在书记,催促等等 带领20多名,社会人员在未告知我的情况下 将我金油的放屋,暴力退刀 未对我做出恢复 秉仪,阿志芳,逼迫我在河头上掐这儿 我不掐这儿,就让我没有弟兄住 我不掐这儿,就让我一家人露宿街头 我和其子,以农瓜威者帮突飞 霸业撒昂,没法危机,强腿窝方 遭受母亲死亡的悲愤下 和神欢,牙心的压力下 欲语成提 四十岁,我俩人都得了哀种 刘西安,幼子啊,压少无止 故情光大网友,被我发声 逃为公道 我爷爷律顺包 是阐家革命以来,炸弄累累 多次受到国家标涨 我阐家人一直遵既受网 如果不是毙得走投无路 夹活人亡 不得已在网络平台上投诉 请大家为我做主网